家乐福夜市原为家乐市最热闹的夜市之一 同时拥有美食以及运动休闲娱乐等多样性的摊贩供民众选择 然而近期脸书社团却传出家乐福夜市人潮外流 隐约有没落的趋势 家乐福夜市受疫情影响 加上摊贩陆续撤出 对市民吸引力降低 平日本地游客人潮较少 但每逢假日依旧有一定的观光客前来消费 就差很多了 网路攻击也有很大的问题 对 你在人潮 在还没有人潮的时候 然后拍摄 拖上去 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讲 夜市没有人啊 怎么样之类的啊 然后再来就是久了久之 人家就不会想逛了嘛 不会想逛 当然就是摊伤存活不下去就倒了 我们的夜市人潮变潮这件事情 第一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真的很严重 因为从去年第一波的疫情进来到这一波 今年的五月开始我们被停业了两个月以后 摊伤真的撑不下去 所以他们外移 或者是去找其他工作 疫情发生之前人数变少 人流变少这是确实的 但是因为我们都有配合市政府持续在做人数统计 目前为止到十月国庆日前的廉价 或者是现在的每一个周末 其实我们进场的人数大概都有破外 租金为夜市摊贩的主要成本之一 租金及租期的不同 对于摊贩的利润也有显著的影响 也不会不合理啊 你看那么多天 应该你坐得起来的话 大概是觉得有什么合理啊 租不起来大概觉得不合理啊 像每一个不同的颜色 它就会对应到不同的租金价格 月前头的价格 它租金就会越高 然后再来就是有分平日零食租 然后月租 然后半年租这样 其实价格都是风口在这边 加勒服夜市为成立许久的老牌夜市 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希望透过转型 吸引更多民众前来消费 希望他们可能要积极招商一下 不然摊商已经流失很多了 人潮也比较不像以往那么多 一段就是过道 已经原本的铁皮屋都拆除掉 现在有放一些造型的月亮啊 或者是一些桌椅 让大家客人可以一边休息 或者是在那边欣赏拍照 场地先整理好了之后 有招商进来 摊商愿意配合 或者是假设我们是整个 有市集的模样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开放之间 我们会整个转型 期望转型后的加勒服夜市 能改善现有问题 带给民众一个诚心的面貌 中正一报 郭佑林和佩璇 嘉义市报道